我国现在虽然已经拥有了两艘排舍量超过6万吨的航空母舰 但是其起飞方式和航行动力无疑都是落后于核动力航空母舰的 在外界看来从瓦良格号到现在的山东号 我国接触航空母舰的时间仅仅只有15年 更何况我国接触的还是使用华越起飞下常规动力的落后航母 所以用美国军事专家的话称 中国想要研发核动力航母至少要等到2030年 但是从国内相关部门的报道来看 我国已经在核动力弹射航母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展 俄罗斯方面甚至称如果不是中国主动公布 这个秘密或许将瞒过全世界 此前对我国研发先行航母而言 最大的困难就是弹射器和核动力装置 尤其是在弹射器上 许多人认为应当先从最基础的蒸汽弹射器开始研发 如果此时选择电磁弹射器将会导致研发进度落后 进而导致航母研发计划落后 但是蒸汽弹射器和电磁弹射器是两条完全不一样的技术线路 虽然美国现在遭遇难以解决的问题 这并不代表着我国就会在电磁弹射器的研发上陷入和美国一样的困境 对于电磁弹射器而言 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为弹射器提供巨量且稳定的电力 同时电量的损耗也要降到最低 为此我国的马伟明认识就带领团队研发出了中压直流电力系统 而美国则选择了中压交流电力系统 而正是两国建用综合电力系统的路线不同 也就导致了两国的电磁弹射器的进度不同 因为体积和重量大 系统效率低 供电连续性低等缺点 以及斜拨过滤器的问题 美国的电磁弹射器一直处于一个可靠性较低 且电量损耗比较大的状况 而马伟明认识所研发的中压直流电力系统 并不存在美国电力系统的缺点 同时由于少了斜拨过滤器这个装置 我国的建用综合电力系统的输电损耗是非常低的 在这样的基础上 我国的电磁弹射器自然而然拥有了非常安全稳妥的心脏 这也为电磁弹射器的实用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实际上根据目前流露出来的歼15战斗机照片来看 已经出现了前起落架经过加固的弹射版本 这意味着我国的弹射版歼15战斗机早已经开始了相关实验 先前航母使用电磁弹射器也将是板上钉钉的事 除了电磁弹射器以外 先行航母的另一个重要技术就是舰用核动力技术 虽然我国此前并没有大型军舰使用核动力的经验 但是我国却有着比较悠久的核动力潜艇使用经验 虽然现阶段我国并没有出现第三代乃至第四代核潜艇 但是在将093改进为093G的过程中 我国验证了目前所掌握的自然循环核动力反应堆 从093G的使用情况来看 我国在核动力反应堆方面的技术也是非常可靠的 所以新型航空母舰采用核动力的可能性也是非常大的 从已知消息来看 正在建造的003航母将采用电磁弹射技术 歼15也传来了电磁弹射版本 而核动力预计在004上使用 据国际媒体称 004航母也已开工 将使核动力搭载激光武器和电磁轨道炮 虽然官方没有正式证实 但003型航母在上海江南造船厂建造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 分析广泛地认为 003航母将会在2020年完成舰体主体工程 大概率年底下水 按军事观察人士的推测 003型航母排水量8万吨左右 电磁弹射系统能够搭载50架以上舰载机 大概率是常规动力 不排除给国人惊喜 有媒体称 003型航母于2015年开工 后因蒸汽弹射改为电磁弹射导致工程延误 就在003型还在建造之际 国际媒体对中国下一代的004型航母进行了分析 有澳大利亚一家报纸报道称 004型航母已经于2017年12月开工 在大连船厂建造 004型航母必将搭载第五代隐身舰载机 也可能会搭载一部分歼15改进型号 西飞研发的空井600舰载机 隐身攻击无人机 反潜机都将上线 这艘航母有足够大的甲板 部署更多的飞机 参考10万吨的福特级航母 可以搭载75架舰载机 004型航母一旦建造完成 交付海军 中国将拥有令人炫目的航母战斗群 舰队将拥有最先进的舰支 包括了004型航空母舰 055型驱逐舰 095、096型核潜艇等舰艇 另外届时还有至少四艘 075型两栖攻击舰 激约 绥 Yak 律